佳姬世代的朋友 對於手遊常常感到不屑 內容空洞又死要課金 根本是浪費時間 但前世不忘 後世之思 還記得小時候 長輩如何批評電玩遊戲嗎 但是這款東西就是沒什麼消路用 以後堅定是固定啦 是不是 很憤怒 很委屈 覺得父母師長 迂腐不懂小孩的清楚 現在 你長大成年 就別讓歷史重演了 其實遊戲娛樂 就反映了當代的悲哀 街機 家機 網遊世代的小朋友 過的是怎樣的生活 他天生運動曾經發達 跑得怪跳得遠 體育課 卻在教室英文小卡 這個小孩有藝術細胞 美人之島就妙筆生花 但大腦 都用來裝 三角函數的公式 無奈 壓抑 被漠視 這就是 上個世代的童年 所以遊戲 都做得超級美人性 學習成本極高 目的在於 給你另一個 可以努力的舞台 繳學費 連連段 被配置 想攻略 突破重重困難 獲得 莫大的成就 在遊戲世界裡 原理 現實觸及不到的夢 連小說漫畫卡通 也是這種傾向 強調 努力 友情勝利 主角從等級 煉到 天下第一 而現在 手遊最大的特徵 就是少了過程 你不用煉什麼鬼技巧 掛機 才是王道 沒時間 還可以課金走捷徑 直接各種神卡 擬壓重人 這 也是在反映社會嘛 某某藝人的小孩 也沒特別聰明 才華 更是不出動 但有錢 就是能送出國賭出 過個隨 肚肚精 明明是草包 卻有嚇死人的文憑 回台灣後 也不去找工作 莫名其妙地 一不登天開始主持節目 發唱片 變成連續劇 片頭片尾曲 而沒背景的普通人 得經過百萬海選 然後在比賽淘汰 千辛萬苦 拿到冠軍後 才有機會 去綜藝節目當血腥 這叫人如何不心寒 小朋友不是笨蛋餒 這些事 都把看在眼裡 他們早就明白 政治圈 企業界 甚至學術領域 那些好位置 早就被人預先佔光光了 所以放棄努力 只想開掛 希望可以轉身到異議世界 剛出生就有逆天技能 躺著睡一睡 醒來 就剛好拯救世界 每個世代 都有他的痛苦 與難停 因而產生出 不同的娛樂 與休閒 所以玩手遊 就能間接了解到 新世代的煩惱 與哀怒 各位觀眾 看到小朋友 崇拜某某實況主 別急著生氣 因為 在這個靠霸的世界 憑自己力量 剪篇賺錢的屁孩網紅 才是真正的英雄